东北虎大战非洲狮子 王者之间的对决究竟谁更厉害 老虎和狮子究竟谁更厉害 这估计是大多数人都想知道的 狮子由于块头大 活动灵敏 在草原上几乎战无不胜 所以被称为草原之王 而老虎生性凶猛 身躯庞大 有着极强的攻击力 故而被称为森林之王 也称百兽之王 不过对于百兽之王 也存在各种争议 在西方很多人觉得 狮子是百兽之王 而在我国老虎则称为百兽之王 那么老虎和狮子究竟谁更厉害 王者之间的对决 谁会是最终的赢家 谁又是真正的百兽之王 对于此问题 有的人认为 草原之王狮子比较厉害 有的人则认为 森林之王老虎更厉害 还有说烫头的注定干不过纹身的 究竟是谁更胜一筹 下面且听小编来给大家分析分析 要是你有更好的见解 也可以在下方评论一起探讨哟 东北虎与狮子一样 都是猫科动物 而且体型十分庞大 也十分凶猛 下面我们来分别看看 它们之间的区别 东北虎又叫西伯利亚虎 头顶一个黑色的王子 充满杀气的眼神 气场十足 极具王者气息 非洲狮子是非洲最大的猫科动物 长有长长的鬃毛 远远地看去就像是刚烫过的头发 决定狮子与老虎 谁更厉害的因素 无非就是从 体型 生活习性 战斗力 咬合力 几种因素来判断 下面我们就从这几点来分析分析 第一 但从体型来看 动物的体型基本决定了它们的力量 所以体型还是很重要的 东北虎体长约2.8米 肩高1.1米 体重更是高达700斤 可谓是体型高大 身材魁梧 而非洲狮子长约在1.8到2.5米左右 肩高1.2米 体重在400到500斤左右 相比之下 东北虎的体型明显比非洲狮子大 以此类推 东北虎的力量肯定胜过非洲狮子 第二 从生活习性来看 众所周知 老虎是独居动物 所以当遇到危险时 它们基本都是单打独斗型 而非洲狮是群居动物 它们的生存之道就是 结群猎捕 常常是群攻的方式作战 如果一只东北虎遇上一群非洲狮 那它的胜算几乎为零 如果是单挑的话 东北虎稳赢 因为狮子单独捕食能力极差 第三 牙齿爪子长度还有咬合力对比 成年东北虎 全尺十分粗大 长度也是猫科动物里最长的 能达到6.4到7.6厘米 粗约2到2.6厘米 再加上450公斤的咬合力 其咬合深度可约为11厘米 会瞬间让对手毙命 而狮子全尺长度约5.8厘米 其咬合力约在400公斤左右 要知道咬合深度深1厘米 往往就能决定对方是生还是死 所以无论是牙齿还是咬合力而言 都是老虎略强 若论爪子长度 老虎跟狮子的爪子长度差不多 相差在2厘米左右 但如果比四肢力量 还是老虎更生一筹 老虎四肢粗壮 无论前肢还是后肢都比狮子强 老虎前掌是猫科中最大的 其掌力一般在一吨左右 力量比熊狮大10% 可谓是猫科之冠 老虎后肢力量强大 可以支撑它们长久战力 但狮子后肢相对较弱 只能把直立不足以支撑狮子的身体 第四战斗力对比 老虎力量速度兼备 而且战斗经验更突出 狮子的战斗技巧就只是会啃咬 疯狂进攻 而东北虎又夺命三绝招 第一招快速扑咬 它们一个跳跃可达8米远 高度可达3米 要是狮子被单独顶上 那可在前难逃了 第二招组合拳猛打 粗壮的爪子左拍右打 要知道老虎的掌力可是在一吨左右的 一顿狂拍下去谁受得了 第三招绝命所猴 约6米朝的牙齿加上惊人的咬合力 一口下去非死即残 第五心脏容量对比 非洲式的心脏容量比老虎小 这就侧面说明老虎具备更大的爆发力 耐力和体能恢复能力 若是数据不能说服你 那么我们拿猎杀水牛来比较一下 对于东北虎而言 捕杀水牛很容易一击致命 但狮子单打独斗能力弱只能群攻 甚至还有饥饿的狮子攻击水牛 却反被撂倒的例子 所以综上来看 如果东北虎和非洲狮一威一单挑的话 狮子基本没有胜算 无论是从战斗力 速度 力量 咬合力 爆发力 老虎都强于狮子 但如果是一只东北虎 PK狮群的话 那大概率就是狮子赢了 那么你们认为 谁会是最终的赢家呢 是胜负难分呢 还是尸落虎口 又或是虎落尸口